日军投降后 令关东军停止一切战斗行动 但日军在东北的罪恶并没有就此停止 反而还在继续制造血案 8月21日黄昏 在位于辽宁朝阳县的大平房火车站的铁轨上 驶来了一辆巡道车 车刚一停稳 就从上面跳下来12名全副武装的日本士兵 这些日本士兵一路击里咕拉 骂骂列列列冲到了车站值班室 找到了站长赵连铭 要求给他们准备好吃好喝 并提供食素 当地的治安为之会害怕 这些日本士兵借此闹事 便答应了他们的要求 吃饱喝足以后 这些日本士兵倒投酒水 第二天一早 这些日本士兵起床后 便准备乘坐巡道车继续往东逃窜 这时候 从东边正好有一列火车准备进站 按照铁路规定 巡道车必须要让行 但这些日 本士兵根本不听 执意要自己的巡道车先行 要求满载劳工的火车 倒退给他们让出轨道 听到日军这样的无礼要求 已经知道日本投降的百姓和司机 早受告了14年亡国奴的屈辱 坚决不给这些已经宣布战败的日军士兵让路 日本士兵健壮 竟强行爬上车头 自己动手搬炸倒车 中国司机健壮赶紧出手制止 没想到 日本士兵竟然开枪打伤了司机的手臂 日本士兵的嚣张气焰和蛮横行为激起了民愤 车上的老百姓高喊 打死这帮也砸着 都投降了 还敢这么嚣张 展开全文日本士兵健壮 拉开架势 就准备向手无寸体的老百姓开枪 这时候 负责车站警卫的警卫队长于黑子率领部下感到毫不犹豫的 向这些日本士兵开枪射击 一阵枪战之后 12名日本士兵中 11人被当场击毙 但有一名日本士兵乘乱逃跑 这名逃跑的士兵 一直跑到了金岭寺站 向当时在这里集结的日 军联队球员报告 8月23日 100多名全速武装的日本士兵乘坐着一辆装甲列车 从金岭寺站出发直扑向了太平房车站 当时的铁道工人得知这一情况后 故意将倒差颁错 致使日军装甲列车脱轨 赢得了时间向太平房车站报信 街道铁道工人报信的是太平房车站为之会的头头们 他们接到消息后 已经当惯了软骨头 只想着自己逃命 并没有把这一情况 向当地群众进行通知 一场没有预警的灾难即将到来 8月24日下午 日军装甲列车在人们始料不及的情况下 抵达了太平房车站 车刚一停稳 日军就从东、北、西三个方向 对太平房进行了三面包围 在日军包围的过程中 见到中国人就杀 离得远的直接开枪 冲到跟前的 就用刺刀挑死 一名姓寇的孕妇 见日军气势汹汹地冲过来 找了一处草垛垛藏 结果还是被日军给搜了出来 日军将他打翻在地 用刺刀对他抛 父将肚子里的婴儿挑了出来 并用刺刀将婴儿的腹部也抛开了 在日军的三面包围下 没能及时逃脱的百姓 全部招到了日军的残杀 那些逃跑的百姓 也只能往南 而那边尽管有一片树林可以躲藏 但进入树林前 必须要渡过大陵河 而当时大陵河 水流湍急 无法过河的人们 只能躲藏在河边的树林里 但很快也被日军发现 全部遭到了日军杀害 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后 制造的太平房惨案中 日军杀害了中国百姓84人 烧毁民房246间 遭受了14年 日本殖民统治的当地百姓 万万没想到 好不容易盼来了抗战胜利的时候 竟然还会遭到 已经宣布投降的日本士兵的屠杀 更没想到的 使这些跪的手 将来有一天 还能全身而退的回到日本 返回搜狐 查看更多责任编辑